那么这个SniPaste的呢 这个就很方便老师在整理教学这个资料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常常需要截取萤幕上的画面 有的我们在做简报也好 或者是您的教材的制作上 甚至您的报告上 都会有需要萤幕上的画面 那如果说您需要用它的时候 其实您可以考虑这个SniPaste的 这个软体有Mac版 也有Windows版 那Mac没办法一定要安装 但是Windows版本身就是免安装的 所以呢您在那个我们简报第一页这边 如果说您不是从学校云端下载 您从这里下载也可以 我已经有帮您放在这个压缩档里面 您解压缩之后就可以找到 这样点进去 把它下载一下 您下载之后会有这个资料夹 有没有一个叫SniPaste 但是这个是那个Windows版本 如果您是Mac版 要去它官方网站自行再下载一下 OK 那我就先把它下载下来 您就可以自行解压缩 好 那么在老师呢您在尝试的下载过程 解压缩过程里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刚提到了 我要抓荧幕上的画面 对不对 那么平常老师抓荧幕上画面 当然有很多工具可以用 那我先用一下 给您看一下您觉得感觉如何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有请问老师上 您有没有觉得 为什么都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对不对 万一我觉得 哎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抓的画面太大了 您有没有感觉 我又重新再来 又进到这一面了 还可以重新调整一下 老师平常用的有这样吗 没有对不对 你看我们没有把它变成便利贴 但是这个时候这样会挡住我们 滚轮 要不要稍微缩小一点 等到呢 我需要的时候再把老师叫出来 这样会有颠覆大家对于 剪贴簿 抓荧幕画面的概念吗 有嘛 对不对 不要说关掉啊 随时还可以叫出来 那如果我要讲这一块 好 我就偷偷按一个按键 我把它抓起来 那我在这个上面 你看我通常会粗体 然后有一个白边 这样我觉得效果好一点点 那字体的话呢 大概就用黑体的字 好 那您可以看一下 我先打个文字进来好了 哇 字有没有太小了 怎么办 滚轮啊 有没有 滚轮就好了 当然你要放大缩小 不反对啊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 我比较喜欢中间这个 因为箭头可以这样拉出来 因为箭头可以这样拉出来 有没有 请问太小怎么办 滚轮啊 这样简单喔 对啊 那么这些东西呢 你都可以像这样去做修正 那么它有一个 像这里 还有一个 马赛克 哇 马赛克太小 滚轮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 马赛克大一点 对 就是用滚轮而已 那万一 你错了 没有关系 您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橡皮擦 我们一般的 可能大家印象中 橡皮擦 就是把萤幕上 画面擦掉嘛 但是很抱歉 他们家橡皮擦 功能不大一样 它的橡皮擦 只针对你 绘制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刚刚 这里错了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橡皮擦不够大 滚轮嘛 有没有 又回来了 针对你画的 有没有擦掉 对不对 好 钉下去了 诶 这个时候 钉起来 有没有变得便利贴 我就可以放在萤幕上面 好 当然你要储存 复制在点击部都OK 这都没有问题 那么 只有一个不够 对不对 你可能还需要第二个第三个 那我就来这边 好 我在这边 我再继续抓一下 好 抓一个 拿过来 那么 钉好之后 跟老师报告一下 下次开机还会在 所以 这个有一个好处 有时候 老师会有什么需求 诶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 要注记一下 可不可以 钉在萤幕上 第二个 买东西的时候很好用 好 因为要对一下 那个 有没有 汇款账号 你平常不是都这样吗 切过去 再切回来 这样不累吗 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 注记一下 好 我要对一下了 另外一个是老师在输入成绩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是不是在自己的 电脑里面 比如说Ecell 你自己统计 统计完了 再打到 学校的系统 可是这样切换来切换去 很累啊 除非你有双萤幕 好 双萤幕就好一点点 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子 我需要的时候放大一点 不需要的时候缩小一点 是不是就比较方便 所以这个小软体 您可以像这样 我这边已经有下载好了 您看 这里 我把它按右键 您直接解压说至此就好了 那个资料缴后帮您留着 好 解开之后呢 里面有几套软体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很方便 老师呢 不是只有你这一次用的在 你以前用的还会在哦 也就是说 您可能昨天用的 那你还可以随时倒退回去 而且这个 有一个 在教学上很好用的 老师如果在教学上 我像我抓了刚刚那么多东西 我这些都关掉 这些都关掉 可是我现在已经上班 上课到一个阶段了 我要复习一下 来 同学我们看一下 刚刚有没有抓这里 有没有找这里 对不对 因为我这边只抓到这里而已 就做三个 可是如果我之前还有的话 我会再继续回去哦 因为 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样做复习 而且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一个印象 就是 如果你做教材的时候啊 请问有没有可能画面抓错了 就是抓的不是那么完整 或是内容的素质有错 你每次都要重新打开那个软体 或是那个文件 是不是要重抓一次 我这边如果说我可以这样去修改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改完了 就很方便啊 我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好那您看一下在这里 您刚刚如果解压错之后 有没有一个Snipe S 在这里 打开 这个名安装的 所以你往下走往下走 会看到一个执行档 就是它 就是这个 您只要点两下就OK 把它点两下就可以了 那 这会在哪里出现呢 会在下面这边 您可以看到在这里 如果您不想要让它 像我这边一样 收到那个通知列 轻易把它按着它 拉来外面 你永远都可以看得到它 这样可以吗 好 当然你不要了 就这样拖一回去就好了 嘿 所以您可以滑到它的上面 有没有老师发现我刚用什么快速键的 F1 因为F1大部分就是说明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 比较不会跟别人打架 您按一下F1之后就进去了 所以您可以稍微先试看看 等你抓了几个之后 如果我想回到过去 怎么办 先进到那个模式 我现在按F1 有没有就是 可以抓荧幕的画面的状态 那你移到任一个视窗 它上面会自动先把你抓范围 如果你觉得不OK 你自己再用拖曳的方式再去产生 好 像我在这边 比如说我要抓这里 好我把它抓起来 好放开之后 一般我们解决完 你放开之后 就直接抓下来了 可是老师这个时候就看到 有没有还可以做调整 你还有后悔的机会 好 然后呢 确定了 你就可以用这些工具去处理 好 去处理一下 看你想要做哪件事情 好做完了 直接存档 没有问题 复制 这个就是钉成 那个便利贴 把它钉起来 钉起来 这样子 有没有就在上面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使用上真的不难 那么我们刚提了 如果你想要回到过去 一样按F1 这个时候呢 您按一下键盘上的 这个 来 我用这个给你看 F1 这样有没有看到我按哪个按键的 如果你抓了 这样就抓下 但是呢 我按F1之后 按下键盘上的逗号 逗号 逗号 逗号就是往前 你以前截取的记录就是往前 句号就是往后 有没有 句号就是往后退 逗点就往前进 他就会把你历史的这个 截图的记录 把它显示出来 把它显示出来 那您就可以自行再调整 这个不对哦 然后这里我橡皮擦 这条不要擦在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灵活很多了 所以您可以像这样子去使用的话 您会发现 以后您再整理这些所调材 这条简报资料 真的便方便很多 省下不少时间 现在人生最宝贵的叫做时间 哈哈哈 对不对 不然老师大家要重复 很多时间做一样的事情嘛 那这里呢 您可以看到 老师您觉得 到底要帮您记多久的步骤 您比较满意 预计 预设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记20个 如果你觉得 我记忆不太好 错的机会比较多 你可以修改那个设定值 好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图示上面按滑鼠右键 有没有一个叫偏好设定 你把它点进来 然后在这个抓图的部分 有一个叫动作 您看一下 在这个截取 截图 有一个叫动作 有看到最大的历史记录 是几个的吗 所以如果您觉得 你要100个 200个 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下 这样子以后 你要找的时候 就变得更方便 也就是 剪贴部也是一种什么 资料库啊 对不对 而且 只在你们家 别人都找不到 呵呵呵 这样子 我们在使用上 就会更方便了 所以这个 好用的软体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部落格上呢 有写了 这两篇文章 这里我就把它关掉 对了 老师跟您分享一下 您如果那个图不要了 按右键 有没有看到 有叫关闭跟销毁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两个都会销毁 只是时间点不同 时间点不同 关闭 它还会存在我们 这个电脑里面 好我把它的资料夾 打开给您看 好 现在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我刚抓的 有这三个 对不对 那么 如果你有存下来 它就存在这个资料夹 就是我们那个软体的资料夹 如果按关闭 有没有发现 这个图片还在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选择的是销毁 它就马上不见 关闭的话 会在电脑关机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不见 那如果您是冰犬在上面的 就永远一直留着 下次开机还会在 下次开机还会在 事实上这个软体还有很多功能 包括它还可以做一些资料夹的分组 比如说我这个教学 或是老师您现在在某一个专案进行中 那一个我就可以移到那里去 等于说我 我的 资料比较多的时候 我不用全部都 贴在上面 老师应该 有看过那个 萤幕上贴满便利贴的 哈哈哈哈 因为那个很忙 对不对 所以呢 您可以不同的分组 欸我要有一个分组一 然后呢 我肯定会有分组二 我就可以在这边 贴图 有没有切到分组一 又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像这样暂时把它清空 我想要把这个贴图呢 你可以随时在分配到哪边 再增加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跟大家稍微简单分享一下